午夜你擔心 靜止为我代酒 你借助我的心 是我走在羞生之里 你借我利益 是我生命再次先例 啊 我心不足责任 啊 我已不足成血 你羞碎又哭泣 朝晨比欢呼 主的恩典是你生之救 啊 我心不足责任 啊 我已不足成血 你羞碎又哭泣 朝晨比欢呼 主的恩典 乃是一生之救 耶稣圣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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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祢叹息 妻子为我代求 祢牵上我的心 使我走在 凶身之意 祢依止我的意义 使我生命再次旋律 啊 我心不足责备 啊 我离不足沉险 祢依修随有福气 朝鲜避忘 祢依止我的意义 祢依然变是一生之中 啊 我心不足责备 啊 我离不足沉险 祢依修随有福气 朝鲜避忘 祢依然变 祢依然变 啊 我心不足责备 啊 我离不足沉险 祢依修随有福气 朝鲜避忘 祢依然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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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的恩典 乃是一生之中 是的 神必有一许 天色为长蓝 也没有异许我们 不经过死因诱 但他一宿所有哭泣 早晨必定欢呼 因为他的恩典是一生之久 主的恩典真的是一生之久 信靠主耶稣的我们就平安的确认 他受了山寨 他受了避难所 我们在爱里没有害怕 也没有惧怕 我们要靠主得胜 我最后以以赛亚书第41章第10节来做结束 主说你不要害怕 因为我与与同在 不要惊慌 因为我是你的身 我必兼顾你 我必帮助你 我必要我公的右手扶持你 我们感谢了主耶稣基督 把一切赞给同胜中 我们跟主耶稣基督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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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坐 幸福吗 幸福 美满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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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主 阿们 是 在爱里的人是幸福的 那 阿们 阿们 希望在我们的衣服上能够再次 直到我们等到有下一个幸福美好的家庭继续成为我们的欢迎 好 我们把事情交给我们 欢迎欢迎 四方教会 登顶之家 欢迎AK Twelve 我是方蘭 我是Tan 我們熱情地歡迎你 這是一個有愛有歸屬的地方 我們歡迎你 這是一個家 一個地方 愛和倫敦 如果你是第一次來的 我們一個小禮物要送給您 如果你是第一次來的 我們有一個小禮物 給你 而且在奉獻方面 我們是不勉強要甘心樂理 提供服務 我們是完全允許允許 請不要緊張 這裡的回應卡要請你提醒 因為我們很想認識你 這裡有一個回應卡 我們想要你提醒一下 在回應卡的後面 有五個選項 在背後 有五個選項 受洗 加入會員 門徒訓練 服飾 服務 募者關懷 如果你需要募者關懷 請你貼下 你的電話號碼 你會網上跟你聯絡 如果需要募者關懷 請你貼上你的電話號碼 請你貼上你的電話號碼 我們會在生活上 遇到一些瓶頸或困難的學生 如果你在生活上 遇到一些瓶頸或困難的學生 如果你在生活上 遇到一些瓶頸或困難的學生 如果你在走過難的時間 我們願意與你一起的走過 我們願意と走過 而且在淡寶的事項當中 我們是絕對老人的父母 在祈禱的請求,我們會保持信心 填完後,請你放到後面的錄箱當中 當你完成完成,請放在教堂上的錄箱 謝謝你的參與,讓我們一起來敬拜我們的神 謝謝你來,我們一起祈禱我們的神 好,感謝主 接著我們,讓Nancy帶我們的小朋友 還有我們青少年,有他們的時間 感謝主 在我們每個人的生命中 都有一份光彩,或者一份榮耀,或者幸福的時刻 可能是在畢業典禮 可能你這次來到這裡 可以有機會參加一些親人家人的畢業典 偶爾在華大,或高中,或者是研究所畢業典禮 我想在畢業典禮當中,我們最興奮的就是 他們那一班的人,或者那一群要畢業的人 他們開始要走到台前去接手畢業證書 我想這是最高興的一刻 尤其是如果走上畢業台了 是你的親人 可能是你的家人 甚至是你的孩子 你就感覺到非常的美好 那是因為 在那一刻 所有的努力 所有的心血 將要進入到一個收成的階段 你知道在我們的生命成長季節當中 我們都有一刻,都有一個階段 開始因為耶穌 我們要走出黑暗 因為耶穌 我們走出生命中 我們終於可以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那這是今天早上我們一起要來看的 也是一起要來了解學習的 聖經中所描述的真實的故事 在扫羅的身上 這是我們今天要一起來看的 我們總覺得 一個人生命最光彩的那一刻 是在光 美光燈 這個光束燈 在美麗的台子上面 他們要走進了人生新的一個階段 這也是扫羅 我們今天也要來看的 他以為他正在燃到人生的巔峰 如果你是做音樂 你可能從YouTube上 你可能從Studio當中 開始錄製了第一張唱片 或者推行了第一首歌 然後點擊點讚 或者是開始要買你的歌人 突然都非常的踴躍 那時候覺得我要開始 我開始進入一個新的台面 扫羅 他也是這樣的一個人物 他在耶路撒冷城 他是一個熱心虔誠的 他在整個宗教 還有因為宗教城的勢力當中 他是一個虔誠的猶太教徒 他也是一個法律塞人 他覺得他所相信是對的 他很努力的 他發現有這一群人 相信跟隨耶穌的 這是對他來講 這是離境叛道 所以他要把這一群人抓起來 要關在監獄裡面 禁止他們來走這樣的一程 所以對於扫羅這個人 他在耶路撒冷城 他來到一個關鍵的時刻 他所相信的 他所做的 這三個月 每一次都封 marched 都封閉 我會講